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偷偷喜欢你 也是不浪漫罪名 横批就 真爱未了情 和田亚先来聊一下这部片在演什么 这是一部法国剧情片 有个女生名叫奈利 她的老公没工作 柴米油盐 只能依靠奈利多做几份兼职 就这样得过且过了好一段时间 经由朋友介绍 奈利认识了一位老男人阿诺 退休 离异 独居 阿诺先生觉得这辈子值得出版一本回忆录 却烦恼数未落差 于是阿诺先生邀请年轻女生电脑打字 特别是一张支票 解决了年轻女生的财务困扰 就是奈利 奈利考虑考虑考虑之后 答应了这份工作 没多久时间 离开了颓废老公 她的生活有越来越多时间 与阿诺先生相处 越来越了解这座老师中的一分一秒 也因为工作关系 认识出版商文森 某种疯狂的仰慕者 而现在的耐力 看待感情关系变得不一样 以及那种心动的感觉 也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Nellie et Marciano 1995年的电影 Le Film Alain Sartre的电影公司出品 这个电影公司的老板 就是Alain Sartre 他一个法国影人 他开了电影公司 Claude Sautet 导演 并且参与编剧工作 Emmanuel Béa Michel Serhoud Jean-Hug Englade 三位主演 电影故事 在讲老师中 遇见小海棠 是一部 有点爱情 又不会太爱情的 剧情片 在主片有出现 吵架 独居 巴黎 高级餐厅 机场 片名有人名 医院 哎呦 这些东西我看起来还蛮有意思的 电影资讯 Nellie and Marciano 真爱为了情 Nellie and Mr. Arnold 都是指同一部片 第二个部分 第二阶段 一如往常的写下一些随笔 与目光后感 看完这部片 我想哪些东西 带我什么样的感触 一开始照旧 小额斗内 小额大星 在我网站上有 斗内按钮 如果你只有这东西 还可以 欢迎支持与鼓励 谢谢你 好的 开始之前 我想先聊聊 为什么选这部电影 为什么选这部片 我有个习惯 先别管我这习惯怎么来的 因为有些习惯就像梦一样 你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已经在发生 我这习惯是70 70 当我想从看片 认识某些东西 不用标准答案 只是想看看别人 遇到同样的东西 是怎样想的 尤其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那更好 这种时候 我会找70岁左右的编导 或者说 他们在70岁左右的作品 没有公式化情节 没有解释型的人物 又名 爱怎么看随便你 我在找电影的时候 就会找这样的电影 这样的电影 对我来说就像 牛眼红心 波赛 就是我想要的 那么我想了解什么东西 而看这部片呢 情感 就是情感 不满你说 我对情感关系已经 应该怎么形容 人世间的情感 已经让我 建了棺材掉了泪 这是人世间 故事里的情感 还有很多未曾到过的地方 倒不是说人世间很伤 而是因为人世现实 所以情感只有三个字 情感在人世间就这三个字 接受 改变 离开 要不要接受 不接受的话 要不要改变 不改变的话 要不要离开 人世间就这三段问情 我记得说 故事里的情感 就非常的宽广 像角色扮演游戏里的大地图 甚至走完一生的旅程 依然有很多阴影地区 没去过 人世间的光 折射到故事里 有更多的偶然与巧合 重来与代偿 所以我想看这部片的情感 看别人去过的地方 Nellie Masiano 意思是 奈利与阿诺先生 他们之间怎么了 故事的讲这个 中文译名是 真爱未了情 嗯 对我来说 这里没真爱 也没未了 就一个情字 说得很有意思 奈利与阿诺先生 目测 年龄至少差距30岁 尤其我特别觉得 编导Causote 把自己化身成 故事里的阿诺先生 因为这部电影 作者电影 什么是作者电影 最粗糙的意思 就是作者很大 觉得故事该怎样 就该怎样 那进一步说 但凡作者电影 我不能说 作者很爱化身 而是作者 自然而然就 把自己拍进去了 所以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看阿诺先生 嗯 有感觉 我个人的感觉了 应该是导演的化身 那回过头来看 这部片的编导是 Causote 法国引人 已经过世了 怀念他 Causote 风向的男人 这部片在讲 他的情感与心得 他的情感观 和他的人生心得 很多人说 风向个性不好懂啊 其实我也不懂啊 可是 我有在这部片 找到三个细节 证明 阿诺先生 喜欢耐力 首先呢 那张支票 先不说 阿诺先生的人物设定 已经财务自由 身家资产 可以让他 开那样的支票 开一万张之类的 先不讲这个 风向个性的人 遇见喜欢的人 认定的人 出手非常大方 所谓的金钱 不过是数字而已啊 嗯 喜欢不难懂 认定 这该怎么说 有关第二点 先射剑再画吧 这必须好好解释一下 不然会觉得 风向的让他很冲动啊 这里的先射剑 是指好感先觉 可能对方确实做了什么 但也不排除一见钟情 你可以在阿诺先生 也耐力初次见面 那个咖啡馆场景 看得一清二楚 要说 女生做了什么 她的自我介绍 吸引了阿诺先生 要说她没做什么 好像也真的 就没做什么 就让阿诺先生 有好感了 是吧 我想 谁不喜欢 艾美德贝亚呢 不过说真的 好感先觉 一切才会有后来 也就是我说的 再画吧 先射剑再画吧 再画吧 后来开始 验证与辩证 例如啊 表白会怎样呢 不表白又会怎样呢 或者精神上是真心 现实中是否可行 正反 两面 甚至多重宇宙 思考这份好感 能不能 转化成情感 有这样的过程 其实已经足够 宣判 阿诺先生喜欢 耐力了 而我还想聊第三个细节 也是我个人 最喜欢的一个 男女主角 在高级餐厅那一幕 阿诺先生 点那支香槟 年份比耐力还大 接着又跟爱丽聊天 你知道的 在巴黎高级餐厅约会 肯定不是聊水果包材 礼拜级回收 对吧 老时钟与小海棠同桌 他们在聊其他桌会怎么看 想象一下 老少配 那是镜花水月琴 还是玲珑剔透心 还是高价一次性 那段戏就在讲这个 我看到那段戏的时候 心里所有灯都亮了 阿诺先生观察别人 是怎样观察的 准确的说 观察别人 怎样看待他喜欢耐力 看不透更好 这一切观察 就像阿诺先生的小仪式 不会动摇心智的仪式 因为他就是喜欢耐力 回到我的初心 阿诺先生 或者说编导Cloud Sol Day 像他们风向个性 垂目之人 会怎样看待情感 我确实有看出一些心得 只是非常乱 非常的乱 比客厅角落孩子的玩具箱还乱 甚至我看片看了大半 还觉得恐怕没办法写下来 直到耐力在阿诺先生家过夜 那段戏对我来说 是大地图上的浓雾 我很确定 我没有去过那个地方 应该有心得可以写了 如果你没看过这部片 我们来想象一下 阿诺先生喜欢耐力 想知道女生是否同样喜欢他 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用问的 更直接的方式就是用摸的 嗯 我相信懂的都懂 只是相处一段时间以来 阿诺先生是我前面聊到的 先射件再画把 再画把 就是要自己思辨 自己想 他不可能乱问 更不可能乱摸 那天晚上 阿诺先生觉得 时候到了 因为电影也快演完了啦 我的意思是 我们无法揣测一个风向 心里什么时候 叫做时候到了 不过他觉得时候到了 就一定会让你知道 时候到了 好 耐力在睡觉 阿诺先生走到床边 想抚摸那位小仙女 你知道吗 到这里还没有出现什么画面打动我 耐力醒了 那只男人的手赶紧收了回去 是没有像抖音秀才那样收回去 但 但 阿诺先生确实有在掩饰尴尬 耐力只觉得 哦 是你啊 他没有讲话 他的表情是这么觉得 各位观众 就这个表情 就是这个画面 我跟阿诺先生一样 被他的反应惊吓到 应该说是惊喜到 因为他们两个人之间 或者说耐力对阿诺先生来说 既不是女友 也不是女儿 既没有酒醉 也没有心泪 我想我不用再赘述了 这里只有安心 耐力的反应是 很放心的继续睡 好了 你先别笑 我明白男人年龄差 大到三十几 所以是没有办法 那么伸缩自如 但重点不一样 重点不一样 我认为耐力的安心 正好是阿诺先生 想知道的是否喜欢我 阿诺先生在信里面的 验证 辩证 等的 就是要看 对方喜不喜欢他 而那个答案就是 安心自在 充容的反应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呢 阿诺先生 早就不需要 有谁喜欢他了 而是有人懂他 懂他的为人 懂他的幽默 最重要的是 懂他 一生等待 有人懂他 好的 先休息一下 听听音乐 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欢迎回来 今天分享的是 在巴黎餐厅约会 肯定不是聊水果包 才礼拜几回事 我梦见 真爱未聊情 好的 我继续聊 Nelly & Marciano 是95年 1995年的电影 那在三年前 1992年 另一部电影 Uncle Han-Livet Uncle Han-Livet 同样是 Emmanuel Béa 饰演 同样是 Claus Sodei 导演作品 女主角同一个人 导演同一个人 里面的女主角 卡密尔 有很多东西 可以聊 而这部片里的 女主角 奈利 我可以聊的 并不多 因为我个人 感受到的 不多 类似 奈利 这个人物 坐的高椅子 她的双脚 碰不到地板 被要求 被要求 有些情绪 不准放出来 举例 女主角 奈利 和出版 编辑 文生 两个人在餐厅 吵架的那段戏 是的 我认为那段戏 是吵架 我眼中的奈利 她应该要说 你怎么自己 跑去看房子呢 电影里的 奈利 却这样说 我 我好像没听 你提过这件事啊 而且我很确定 她是深呼吸了 才这样说 比较委婉嘛 类似这样的细节 非常多 我觉得 贝亚 演女主角 在这部片里 无法完全发挥 她有被要求 有些东西 不准放出来 话说回来 我在奈利身上 看到一个小东西 她在感情路上 一步一步的 走向 顽形 什么意思呢 奈利遇过哪些人呢 她遇过 像她前任那样的男人 说不上来 为什么 就在一起很久 也遇过像出版编辑 文生 Vansom那样的男人 都做过了 还要确认什么呢 会那样想事情 当然 还有阿诺先生那样的 不浪漫罪名的 有别于其他的 确实很照顾奈利的 特别 孤傲的男人 重点 我不会因为这样的时候 耐力感情丰富 更懂得挑选物色之类的 反而 他的圈圈会开始变小 巴是随缘或佛系佛起来 不是的 他还是会期待 奈利还是会期待 愿意等待 只是情路趋向 顽形 心里那个圈圈 羞缩了 这故事的结局 在我心里很久 真的很久 像浪花在那边 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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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海安 老实说 我没跟任何人 聊过这部旧片 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认为 结局是一种分手 是的 你没听错 我认为这个结局 这部片的结局是分手 是阿诺先生的 风向式的分手 也是现实生活中 几乎不可能如愿的分手 有点激动啊 我会说那种情感很独特 那样的分手啊 自然也很独特 情治这条路啊 我走的不算短 却很晚很晚 才在旅途中 有点心得 什么心得 理智 是极其多余的心理 有的人天生理性 强于感性 阿诺先生就是 可以说不由自主的 就会理智起来 屏障层层的 机关重重 一般你看过的 夺魂剧 全系列 那些关卡 再放大一万倍 就很接近了 这样个性的人 内心当中 真的是屏障层层 机关重重 可是 转折了 心动的时候 会出现破口 什么意思啊 阿诺先生 期待有人懂他 懂他的为人与幽默 最重要的是 懂他一生 等待有人懂他 等到他真的看见 耐力 安心的一眼 那天晚上的 阿诺先生 是感性的 必须是晚上 是他 理智心强的破口 嗯 觉得可惜吗 这不好说 因为有的人 用一生 换天长地久 阿诺先生呢 则是等一个 嗯 你以为我要讲 曾经拥有 这不够贴切啊 阿诺先生等的是啊 一眼瞬间 他确实等到了 迟来总比不来好嘛 何必可惜呢 但你也是知道的 垂目了 相见恨晚了 玄机恢复理智了 还是决定分手了 所以 这个所以 对我来说很重要哦 所以 最后奈利一个人 走去出版社交稿 这结局 非常美 非常美的结局 要知道拍成电影画面 容易令人看表面 那是在讲 阿诺先生去了机场 奈利小姐前往出版社 他们各自的后来 很容易让人觉得 在看这个画面的表面 可是啊 我在看的时候 我已经深陷自己的感受之中 拔不出来了 我会说那是阿诺先生 想象出来的耐力 如同我们分手后 想象前任 独立的 勇敢的 继续往前走 想象前任的 后来过得怎么样 独立的 勇敢的 向前走 你知道的 一段情缘 能让人往这个方向想 不仅证明了 爱过 也默认了 珍重 而我呢 特别羡慕他们两有过 好的 接下来到这边 分享到这边 在巴黎餐厅约会 肯定不是聊水果包彩 礼拜几回收 我梦见 真爱味了情 1995年的片 现在要看着不容易 也许在公立图书馆 可以碰碰运气 也许 但不管怎么样 有看过也好 没看过也好 想看看不到 对啦 是蛮难过的 我意思是 我还是会想要 写这个心得 因为我觉得 有些东西 尤其在感情 情字这条路 它是不分年代的 它是代代存在的 例如寂寞 例如心里想知道 对方怎么想 这是不管 过了多久时间 永远都会存在的 所以啊 这故事让我印象深刻 我当时在考虑 写另外一部 心得后半段 有聊到 1992年那一部 有时候觉得 旧片不要一次写太多 让人家会觉得 你好像快退休 我冷静一点啊 就是慢慢写啦 还是会介绍到 我想 我希望可以 那接下来会写一些 聊一些新的 现在的 好 文章就在网站上 欢迎浏览 也欢迎上网搜寻 于目观后感 那么今天 先到这里啊 做你顺心平安 健康平安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